大家好,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 今天事升上來 因為昨天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之後 基本表示了不會加息 而在明年會減三次息 所以大肆受到提振 一升上來之後 應該考慮北水開始顧貨 要留心 我們再看看 今天的大市 升得最多就是由於這樣 所以有很多板塊上升了上來 升得最多的板塊 就是今天排名第一的 就是黃金和貴金屬 升了1.98%的整個板塊 而上天排名第三十 電器和消限電子產品 應該是上天 昨天就是排名第32 今天就升到排名第二 電訊服務基本上是商約的 而醫療保健都升了上來 而媒體昨天第二 今天滾下了一點 不過不是大問題 因為這些很糟糕的 好 再提示我們去看看 以黃金來說 這個情況呢 升得最多是一個叫農資源 然後有招金礦業 有寧寶黃金 然後有山東黃金 大銅黃金紙金等等 以這個電子及消費行業 中 HOME CONTROL升了14 9月控股升了12 創科系列升了9% 傳風控股升了8% 等等這些東西 就是比較少一些利炒到的 劉森脂肆在侯田子 雖然升了1.6% 但始終份量有這麼大 要看看會不會有後續的東西出現 那麼電訊媒體方面 這些是屬於收息股方面 總言論 電訊 聯通等等 或者香港寬佩 因為外面減息 就對它們有所刺激 那麼醫療保健 就很簡單 這個辦法是要經常留意的 升幅是個別來說 這個由於它很細小 所以一升 先移而已 都22% 不過這些 買到都未必一定供足你 那麽其他的呢 就各自都有所刺激的表現 在這裏裏面留意的 若名生物呢 又跌了下去之後又升上來 媒體方面呢 就很多這些 這樣是國內的媒體的東西 變成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個辦法是被人少留意的 好 接著我們去看看 大市 大市方面呢 你看得到 是在這點 是在這裏 打滑走的 那 亦都見得到 這裏是挑戰了1655上面的 不過守不到 這裏以前都說過 如何165重要 這裏是16506 這裏是16456 這裏是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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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不破 升破165 這裏會比較好的世界 再接著看看板塊方面 個別股票方面呢 盈富基金今天 是整體地大升的 因為很簡單 盈富基金今天 是很多那些傳統股票 都有上升 那騰訊呢 是跌了少少 阿里巴巴也跌少少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 納子七雄 昨晚是沒有什麼 升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當很多人都升 而納子七雄 之前是打衝鋒的部隊 現在是雜馬不升 是否納子七雄 已經變成納子七軟腳呢 需要大家留意 去個人營的 承認 還盈耗 明明明 vad 基地產